Windows 8.1真的來了 8.1跟8比較起來有什麼不太一樣 我們到底要不要更新呢 好 今天帶你來了解了微軟的一些最新動態 我們趕快來介紹來賓 首先這一位呢 是這個老貓測3C的站長老貓 老貓哥你好 又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一個是科技網站的這個站主 站長也是廖阿輝 阿輝哥你好 又好 大家好 我先來問一下阿輝哥 阿輝哥 你自己有在用這個微軟的Win8系統嗎 有啊 有啊 那你就好用嗎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些習慣性問題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優點還算蠻多的 那這次更新為8.1你會更新嗎 其實8.1大家還沒開放之前 我開發者身份就已經先更新了 是 我可能個性關係啦 我是只要有新東西 我一定要穿新的 一定要先用新的就對了 那你用的這個實際的 用起來的感覺如何更新完 8.1的話其實它算是一些小補強的地方 大致上都把一些大家可能一些小 一些意見回饋了啦 或是說一些操作上不習慣的地方 做一些補強這樣子 好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Windows要從8變成8.1呢 因為被罵翻了 到底消費者真的使用起來有哪些問題 我們帶您一一來檢視 首先就是這個輸入法怎麼切換呢 切換問題就有好多套 另外呢怎麼來截圖 截圖也是另外一大問題了 再來我如果想要其他的語言 比如說日文呢 比如說韓文呢 我要怎麼來添加 待會告訴你喔 第四點 怎麼樣徹底關機 這對於這個 可能用不習慣的人來說的話 我找不到開始件對不對 我根本就沒辦法關機啊 怎麼關機 再來第五點 沒有開始件 就是這個最讓人詬病的一個問題了 所以導致Win8被罵翻 他們才要開始更新 更新到了8.1 最後一個是動態磚 跟傳統的介面沒有辦法聯動 好 我們趕快來問一下專家了 老毛哥 這幾個看起來的話 你覺得說這個 你自己有沒有遇過 比如說輸入法切換問題啊 或是什麼截圖的問題 你有遇過嗎 關於輸入法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來好好探討說 這次的輸入法到底 剛改的到底有哪些的東西 因為其實對於輸入法來講 其實因為人只要在操作電腦 不管是用什麼樣的介面 輸入法是一定會用到的部分 是 所以這點我們之後 先留個關子一下 先賣個關子是不是 對對對 好 那其他呢 在截圖跟徹底關機的方面 其實會有個想法 因為其實我們會用Windows電腦 其實對很多很早的使用者來講 其實我們對於筆電的想法就是 我們用完就是要關機 是 可是其實換個方面來講 我們在使用平板電腦 不管是iPad或Android的平板 手機 我們到底有關機過幾次 對 好像也沒有徹底關機嘛 對 比較少 但是這個關機是必然的 必要的嗎 我一定非得關機不可猜 對這個機器會比較好一點嗎 其實以現在來講 其實是不會 不用去特別去理會這一些 可是有一點可能要注意的是說 是以平板電腦來講 它裡面的儲存的設備 已經不會是傳統機械式的硬碟 它不會是裡面在那邊轉 它是直接用Flash去儲存 那只是對於 Windows這邊的筆器型電腦 或平板來講 可能要使用者要留意一下 裡面是否還有使用 以前的傳統機械式 如果有的話 可能還是要小心一點 或者是等它 關機就是螢幕蓋下來之後 等它硬碟停了再開始動 會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這樣對機器也比較好一點 那阿慧哥你怎麼來看這麼多 六點很像大家最討厭的就是這一點 完全沒有開始鍵 我找不到開始鍵了 我變得有點笨笨的 我不知道怎麼來操作 這整個介面了 其實我覺得分兩塊 一個是使用 大概都是使用習慣問題 大家對新東西有時候比較恐懼 其實你說沒有開始 沒有開始功能表 反過來說 我今天按了開始鈕之後 那個全螢幕的專強介面 其實你可以看成是一個 全螢幕的開始功能表 只是還有在問8的時候 這個還蠻吊詭的 其實你把滑鼠移到最左下角 就是原來開始功能表的地方 按按鈕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叫出那個 Windows鍵面 所以也可以叫得出來 對 只是因為沒有按鈕 大家其實會覺得 按鈕從哪一邊去 是把它隱藏起來的 因為我一定會在這個 整個桌面上找嘛 找找看哪個東西可以按 讓我就可以進入到那個桌面的狀態 所以8.1等於是把那個按鈕 第一個它把按鈕做回來 是 再來就是其實直接按的話 還是以前那個開始 就是專強畫面啦 但是你在上面如果按右鍵的話 它其實就會有一個 所謂快速功能表 待會我們可以直接操作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最後一個 雷動態專跟傳統介面 沒有辦法連動 這又怎麼一回事 這個其實就是說 在所謂的Windows 8 開始之後 有所謂專強介面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其實跟 過去的Windows程式其實是分開的 你可以說它是專用程式啦 有點像是我們平板上的程式 就沒有所謂視窗化 它每個程式都是全螢幕 或是說你可以兩個程式 三個程式在同畫面上顯示 對 會比較多限制 這個我覺得說沒有辦法連動 其實有點像是 這是過渡期 如果說未來程式越來越多 像說Office啊 像Adobe產品 如果之後也出了所謂的專強 專強版本的話 那以後就會慢慢朝向那邊發展 所以在這過渡期的情況下 我們會覺得 傳統的桌面程式 就像Windows 7 以前程式在Windows版面有 它叫傳統桌面 再來就是在Windows 8之後 新的像是手機 像是平板上的商城的模式的話 那叫專強模式 像這兩個會並存 可能它會並存好一陣子啦 是 可是我們看到這其中 沒有開始件是大家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但是呢 剛剛老毛哥也說到啦 在輸入法的切換 其實大家也會覺得很confused 很混淆了 我到底該怎麼來切換 阿衛哥你要不要進去幫我們說一下 輸入法現在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大家會對這個這麼的感冒 這個真的簡單講啦 如果說大家最care是開門開始跟我們表 但這幾面最痛苦 痛苦指數最高一個就是輸入法 就是輸入法 第一個它切換輸入法方式變了 以前我們切換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切英文跟切中文的時候 以前我們從DoS時代一直到Windows 9598XP 都是按Ctrl加空白鍵 它現在改了 改成Windows加空白鍵 Windows加空白鍵 對 這個可能 好像離得有一點近喔 你手也不太按 它手離得比較近 而且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話 這個操作方式 其實跟Mac Mac也是調成一樣的方式 OK 這個無所謂 再來就是以前我們如果有 輸入法有一個以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按Ctrl加Shift 去做循環切換 例如今天切換 我舉例來講 切換英文到中文 中文可能切換倉截 無蝦米 或是切換這本輸入法 現在沒有這個切換方式 都不行了 對 這個變成說 就是你要用滑鼠 去選擇不同語氣跟輸入法 所以還要這個 一邊用這個手 一邊還用滑鼠 而且最大問題就是 因為在Windows之後 它的整個介面變 輸入法框架 舊的已經不能用了 或是說我今天裝舊的 例如我以前比較有名的 無蝦米 或是說所謂雅務其蒙輸入法 你只能在傳統模式上執行 在動態磚上面沒有辦法輸入 所以變成說你痛苦歸痛苦 你還沒辦法換成舊的用 哇 我要用舊的也不行了 甚至像我以前的 所謂Berbine輸入法都沒有 現在只有新注音 好 所以我們趕快來 請現場達人 用我們的白板來評估一下 這個看到了Windows 8.0 問題知道好多 包括了這個輸入法 大家最頭痛的 用起來很痛苦 到底如果痛苦指數是10的話 達人會給Windows 8 痛苦指數有多少呢 趕快 阿輝哥先來看一下好了 其實我告訴你 如果痛苦指數我1到10的話 我要特別畫 因為我 我豬豬畫了9個苦臉 你為什麼每個都苦啊 對 因為真的是 痛苦沒得換啊 唯一一個我說 如果10分還1點 是因為現在有 已經有輸入法 像新酷音出現 非官方可以用了 然後我還可以換 稍微彌補一下 是 簡單講超痛苦的 所以阿輝哥真的好多的苦臉 他真的很痛苦耶 那老毛哥你呢 你覺得痛苦指數多少呢 我後來我剛看到阿輝哥 給了9之後 馬上再降一起改成8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比較不痛苦 其實以我自己的使用者習慣來講的話 像我以前從Win7 WinXP開始都習慣播版 就是我打完自燒用選擇的方式 那可是現在完全 我們剛剛是真的完全都找不到 那怎麼辦 對你來說很麻煩 到現在對我來講 我覺得希望微軟之後 還可以再加回來 或者我再去找第三方的程式來安裝 就只能自己來了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不過這是在Win8的部分 就是因為Win8有這麼多的不方便 所以Windows我們也聽到你的意見了嘛 改成了8.1 來看看8.1到底有哪些 不太一樣的地方呢 這功能大躍進了 來看到第一個 開機直接進入到桌面 另外呢 我的電腦變成磁電腦 這是什麼東西喔 待會老貓哥會現場示範給你看 第三個 新的開始鍵設計喔 剛剛開始鍵不見了 但是現在跑出來了 好 改良了開始 右鍵 這是右鍵選單的部分 還有動態磚牆面的一些管理 新的App軟體市集 最後一個這是什麼 你已經看不懂對不對 其實這是啵啵啵啵輸入法 好 真的是外國人 這個連拼這個 我們的注音都要變成英文 不過趕快要請老貓哥來看看 這些8.1的大躍進啊 其中有沒有一些你真的覺得 還不錯的一些改進喔 那剛剛說的 我們這個磁電腦 這又是什麼一回事 這是什麼東西 磁電腦等於就是說 我點我的電腦 就以前在操作的時候 其實是有些 應該說在Windows8.0的時候 它的操作方式 還是有些不一樣 那以目前來 像我們從第一點 第二點到第三點 第四點 其實在8.1裡面 會讓我們的感覺 有點回到以前 Windows7的時候 那我等一下會直接用 我們的開機 來直接做現場的示範 好 我先補充一點 像我們剛才 雖然在討論 注意輸入法的部分 那其實 最後一點的部分 輸入法就是我們的部分 那只是說 它在這次的8.1 跟以前的8.0 有一些的新的改進 那只是對於說 我們習慣使用舊版 撥板的來講 其實還是沒辦法用 還是沒辦法用 好 我們趕快來直接 秀一下 我們這前面有個螢幕 這就是Windows8.1 目前是連接我 檯面上這台的 ASUS電腦 我現在按開機 好來看開機 開機很快 你看才剛剛按下去 只要多少 一開始我們開機的時候 我們會先看到 ASUS的LOGO 因為它是廠牌的 然後再來這個LOGO 結束之後 再來就開始跑Windows了 通常我們一般的傳統電腦 跑很慢對不對 對 這個很快耶 現在已經進去了 它已經進去了 那現在是做自動登錄 那其實如果剛剛沒有做自動登錄的話 剛剛就直接 就是我們的待機畫面 好 所以這是傳統的桌面 然後呢 所謂的動態磚又是長怎麼樣 對 我現在其實有賣一個梗 其實在Windows8.0的時候 我一開機進去 不是這個畫面 喔 不是這個畫面喔 對 會是這個畫面 嗯哼 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動態磚的畫面 這就是所謂的動態磚 對 所以在8.0的時候 開機進來就是這個畫面 對 就只能是這個畫面 但剛剛我們開機進來 不是這個畫面 表示說那個已經是8.1了對不對 對 那其實我們剛剛拿到8.1的筆電的時候 其實它開機也是動態磚 嗯哼 那這時候我們使用者 只要透過在桌面的裡面 點一下我們的下面的快捷鍵 按右鍵 喔 左下角來看到在左下角的部分 在中間 現在在現在中間的部分 中間 中間的部分有個內容 快捷鍵這是什麼的 我們點了內容之後 它會跑出一個小框框 嗯哼 那小框框在瀏覽裡面 我們裡面就可以選擇說 我開機的時候 是否直接進入到桌面 喔 這邊可以選擇 因為很多使用者 他還是希望他開機的時候 他不要用到動態磚 好 但大家比較關心的是說 那個開始鍵已經恢復了嘛 恢復了在哪裡呢 趕快帶我們來看一下 好 一樣在我們這個 傳統桌面的底下 我們看到左下角 左下角 有多一個新的logo 欸 真的耶 有多一個 就是像視窗的那種logo 對 沒錯 可是如果你去點選它的時候 其實用左鍵去點 其實又跑到動態磚 喔 所以不可以點左鍵 就回答 對 我們的操作方式 我們會建議是使用者 對上面按右鍵 按右鍵 它會跑出一排的功能 是 欸 跟我們以前那個 開始鍵的功能 其實蠻像的 就直接在桌面上面 對 很接近 就像剛剛惠哥講說 其實在8.0也是有這個 只是說 大家沒有看到那個logo按鈕 其實就覺得心裡不太 很踏實 所以這個logo終於出現了啦 對 對 對 而且按出這個logo之後 裡面就有一個關機的選項了 對不對 對 欸 以前 大家最 最詬病的就是說 它使用者打不到關機選項 找不到關機啦 這裡 真終於在這裡已經看到了 對 我們馬上就看到了 這裡有個關機選項了 對 好 所以說 除了這個開始鍵 按右鍵喔 就可以找到這個關機選項 不過我要這個 趕快請教一下達人了 既然呢 這個Windows 8.0已經大改版了 如果就你們兩位來說的話 需要更新嗎 如果我現在有Windows系統的 我需要更新到8.1嗎 其實以我來講 第一個 如果說你擺就用Windows 8 例如你當時買Windows 8的平板 或是你自己關Windows 8系統 你用Windows 8 OK的話 其實8.1 8.0到8.1 我建議一定要更新 因為第一個它免費 然後它基本上提供新功能 都補足以前的缺點 但如果今天反過來說 如果你今天用Windows 7的話 要不要換到Windows 8 甚至Windows 8.1 我覺得你就要取捨一下 因為Windows 8.1的新功能 大部分是用在觸控螢幕上面 或是平板上面的特性 如果用滑鼠鍵盤 傳統操作模式的話 其實並沒有差 那老貓哥你覺得要更新嗎 跟輝哥的想法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用Windows 7以前的 你就不用再特別花錢 可是如果你是用8.0 那就直接做更新 因為更新不用再花錢 又可以讓效能一些操作更好 OK好 所以這兩位達人都說 如果你現在是Windows 8的使用者 可以來更新一下 但如果是Windows 7以前的 就不用跟人家來湊熱鬧 畢竟那個介面對我們來說 還是有點不太熟悉 好 大概了解囉 微軟這次Windows 8.1更新之後 大概有多了哪些功能 這個階段我們帶您深入來了解 不過下個階段要帶您來看 龜速 這是網路的速度 龜速真的不是你的錯 現在有標榜說你的網路幾個MAY 那幾個MAY怎麼來選呢 這速度來說的話 待會兒帶您大解密